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一部分的阅读测验的部分 阅读测验通常会有三大题 我们来看 像这个阅读一给你一大堆文字 它给你一个试衣图 那我直接把重点给大家讲 它说植物呢 为了要防止植物病毒的感染 那植物会产生一个东西叫DCL4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RNA水解酶 一旦你的RNA出现双骨RNA的时候 它就会把它切割 你可以想象为什么是辩论双骨RNA 因为在正常的增核细胞 在我们植物身上 不会出现双骨的RNA 所以你只要出现双骨RNA 一定就是一个是RNA 我以这个RNA为模板 再做出新的RNA 有能力或有需要拿RNA做出RNA的 那就是病毒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双骨RNA 杀就把它分解掉 那病毒也不是笨蛋 它产生这个SUP SUP来抑制水解酶 所以植物跟植物病毒之间就在竞争 就在战争 一个分泌水解酶 一个就产生一个反制物 它是个抑制酯蛋白 就是把DLC4抑制掉 它现在给你说 我今天有WT wild type 就是正常状态 如果出现一个DCL4 小写代表这个晶被关掉了 透过晶一些技术把它关掉 所以我把野生型的跟没有这个晶的植物 没有感染 跟野生型跟去掉这个晶的植物 去感染野生型的病毒 这是实验一 实验二就是我一样有野生型跟去掉DLC4的病毒 的植物 但一个是感染一般的病毒 一个是感染SUP突变 就是我没有SUP 好 所以这个实验蛮复杂的 因为你有两种生物 一个是植物本身 那植物有正常跟去掉DLC4 另外一个是病毒 病毒包含正常 以及包含去掉SUP病毒 还有就是没有感染 所以其实它病好多 有没有感染 感染的病毒是有没有突变 那你的植物是野生型植物 还是DLC4被去掉的植物 就变得很复杂 好 像这种题目通常第一题会给你比较简单的 叫资料检索题 好 我现在故意把实验一的结果放在右边 让你做比对 第一题就比较单纯 好 依据实验一的结果 下面哪些特别是对的 感染野生型病毒的植株会较高吗 好 感染野生型病毒的植株在这边 有比较高吗 这是株高 比较低吧 也有比较高 所以A当然错了 那DLC4有没有跟叶的面积 大家有关呢 好 我们来看这里 叶面积 好 野生型的在这边 DLC DCL4拿掉了就变高了 所以答案是有关 OK 也就是说DCL4会让你变矮 会让你面积变小 面积变小 因为它去掉之后面积就增加了 所以这里B是对的 好 再往下看 那DCL4对猪高影响大吗 好 猪高你看到没有 没差啊 所以影响的是面积 影响面积 不影响猪高 高度不影响 所以C错了 好 猪选项 DCL4突变植株与 突变植株在哪里 这个 好 跟那个野生型植株的形态 受不受病毒感染的影响 受啊 你看一感染马上就变矮了 对不对 所以至少对猪高一讲 蛮明显的影响 他说都不受影响是错的 有影响 你被感染之后呢 猪高会变矮 然后像这个DCL4 你被感染之后呢 面积也变小了 所以他说都不受影响是错的 好 所以这题算是单纯的B选项 是请你从实验结果来看 结果要怎么读 怎么样判读 好 我们看第21题 有关于实验2 实验2我画在这边 那实验2超级复杂的 因为他感染野生型病毒 跟感染SUP突变病毒 所谓的突变就是SUP这个基因坏掉了 它不会产生SUP蛋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选项 他说野生型病毒株 对SUP突变病毒株具有抗性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在哪里 好这里野生型 他对于SUP病毒株的感染 在这里 野生型对SUP病毒株的感染在这里 你们看这两个 往上推 看到没有 诶 株高以及这个是那个叫做面积 是不是一样 也就是说你被SUP感染之后 野生型对SUP突变病毒株感染之后 与没被感染时一样 与未感染时是一样的 与未感染时一样 所以是不是就有抗性呢 先写到这里 未感染时一样 一致一样 所以答案A是对的 因为SUP病毒株 我的野生型的子株被感染之后 竟然跟我没有感染的状态是一样的 就代表我对你没有反应 你感染我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答案是A 这里是复杂就在这 你要从磁烟液跟磁烟液同时比对 我现在先把其他的就擦掉 有些东西遮住了 先擦掉 东西太多 你就会发现说 对耶 我虽然被SUP病毒株感染 但是跟没有感染的情况是一样的 代表SUP病毒株根本没办法感染我 所以具有抗性 所以答案A是对的 好我们来看B选项 那病毒的SUP可不可以抑制植物的DLC活性 这里不用看图了 前面文字就跟你讲了 这个SUP它就是针对DLC防御做抑制的 所以题目就跟你讲会抑制 会它写无法就不对了 是错的 好那植物的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抑制 那个SUP的活性 题目文章都没有提到 应该是SUP抑制DLC防御 不是DLC防御制那个SUP 所以这里BC 直接看前面的文章就跟你讲了 是SUP去抑制DLC防御的活性 这是题目跟你讲的 所以B跟C都不对了 好我们再来租选项 那个SUP病毒株感染 这个野生型的植株会不会知道严重病征 不会 你看这个A选项 它是一样的 你如果感染SUP病毒 突变的病毒株 它跟没有感染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并没有严重病征 所以这里答案A跟株只能选A 所以答案是A 好看第二十二题 如果我要做一些结论 也是合理的 好我们看这个题目就直接从前面的文章的文字 就提出来了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就跟你讲它的结论 我们来看结论是什么 DCL4是植物抗病毒的重要防御蛋白 对啊 它可以分解RNA 双骨RNA来防御病毒 所以它是一个水减 双骨RNA的水减 是个重要的防御蛋白 A是对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B选项 那如果今天你的DCL4病毒株突变了 是不是可以对抗这个SUP突变病毒株呢 你只要DCL4突变了 这个东西没有了 你就没办法防御了 管你有没有SUP都一样 你根本没有它了 所以这题的B选项 你只要是病毒株就无法防御 因为DCL4是植物产生防御病毒的一个蛋白质 一旦你没有了就失去了防御能力了 管你SUP病毒有没有突变 SUP有在或不在 你的这个DCL4已经不能表现了 好我们看视线上 这个SUP病毒株一样可以抵御这个 可以抵御DCL4的攻击吗 不行 如果你的这个SUP病毒这个坏掉了 你就无法防御了 所以这些题目只要看前面的图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如果SUP它如果坏掉了 它如果突变了就无法防御了 所以这一诗也错了 好那SUP基因有无是病毒是否 坏的感染植物的重要关键 是啊 因为SUP在这里 如果你有办法抑制掉DCL4 你就可以感染 如果你不能就不能感染 所以从前面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它是病毒成功感染的关键 所以这一诗是对的 好我们看一选项 那个SUP病毒株会造成这个病毒株的株高 跟液面积改变 好这要从下面的图来看 等我一下 SUP病毒株感染这个 好圈起来这个 跟SUP病毒株感染这个之后 好你看到没有 如果今天你是 看看 好你今天我是被野生型感染 是长这么高 如果你是被 如果你是 我看看 等一下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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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在哪里 好 那我要跟那个 呃 这个比一下降比 我把它擦掉 怕好一点 因为他的他的变因应应该是这个 SUP的病毒株在这里 然后感染了这个 跟SUP株感染了这个 那对照组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 呃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个 这个和这个 因为我现在看他的对照组是谁 嘿嘿嘿 哦 我知道了 对对对 有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这个 未感染 未感染 好 我现在是这个叫对照组 然后我感染的SUV突变病毒 感染SUV突变病毒 看他的高度 哎都有变哎 对不对 所以他有没有办法造成 株高跟面积改变可以啊 所以答案是有E的 没错没错 未感染跟感染 好 那他的题目是 我感染的是SUV病毒株 所以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 没错 然后跟 DLC4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DLC4的图片病毒 图片植株 以这个我当做对照组 这样一比对就知道 哎 未感染株高跟面积 好到这边我发现 22题是这三题目最难的 通常题目都会从 简单的资料检索 慢慢变成要判断 然后做综合判断比对 甚至还要评论 好所以这22题 是这个题目中最复杂 尤其是这个E选项 你要前后比对 你要知道他的变因是这个 那对照组就是没被感染 那就有点复杂 好吧 因为其实这个E选项 到底是要以SUV 图片病毒株作为变因 那他的对照组是没被感染 还是正常的病毒 这其实有争议 如果这你就知道 他就要考你 时间读跟对照组的关系 你就找到时间读和对照组 他互相比对参数 就知道是怎样的答案了 好 那再往下 再来是那个 诶这是什么 好 然后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画面 怎么变那么奇怪 诶对吗 好 被我对来人推上去了 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阅读测试验第二题 阅读测试验第二题 它说干扰素 干扰素是我们 免疫系统很重要的一个蛋白质 它是我们动物所产生的 来对抗病毒的 然后这边讲了很多很多的描述说 哇 我们发现热修科蛋白 HPB21可借由 干扰 影响干扰素调节精 这个 IRF3的作用 然后来表现 来改变代表素的作用 好 像这种题目就是给你很庞大的资料 你要快速的整理这些 因子之间的作用关系 属于资料阅读 文章阅读的一个能力 就阅读理解的能力 好 那我直接跟大家讲 这个题文章之后 看完之后 它的关系就是这个 就是呢 这个 HPB21在病毒感染之后 HPB21这个蛋白质会磷酸化 这个P就加了磷酸 磷酸化的这个热修科蛋白 HPB21磷酸化之后呢 它就会让IRF3 磷酸化成IRF3P P就磷酸化 然后这时候没有磷酸化在细胞质 磷酸化之后呢 会跑到细胞核 这个IRF3P 磷酸化后的这个物质 在细胞核会影响INF 就是干扰素基因的转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转入因子 它的模式在来讲 所以呢就是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会让HPB21磷酸化 磷酸后的HPB会让IRF3磷酸化 而INF3磷酸化之后 会让INF的基因开始被转入 然后就表现出INF 就是IFN干扰素的蛋白质 但我这边有个灰色的线 这个线是我觉得这题目没有讲好的地方 因为他有提到病毒感染 就会最后引发这个的磷酸化 可是他当然有提到是因为揍他 但有没有可能是病毒感染 直接让这个IRF3磷酸化呢 这个灰色我打个问号 因为文章没有描述 所以这个灰色变成好像可能有 也可能好像没有 但是我看完答案之后呢 我觉得他的题目 初一老师认为是没有这个 病毒感染是引发 HPV21磷酸化 HPV21磷酸化 再让IRF3再磷酸化 IRF3磷酸化再引发 这个干扰素的表现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描述 那我们来看题目 他说一句文章描述的分子机制 我们来看看可以这边什么现象 我把它写在下面 干扰素可不可以刺激 细胞产生磷酸化的抗体 干扰素跟抗体是没有关系的 前面文章是说干扰素是 抗病毒分子 所以干扰素怎么作用的 你上课要学到 干扰素的作用是抑制病毒感染 跟让病毒没办法分裂 与抗体是没有关系的 干扰素属于第二道防线 属于非专一性防御 不是抗体的专一性防御 所以这题是 你在知识中你本来就要知道 所以A错 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抗病毒分子呢 是一种可以引起抗病毒机制的作用分子 是的 在这里 它磷酸化后再让这个磷酸化 最后形成它 所以它是整个作用机制的一个作用化的分子 所以B对 然后这个HPB21可不可以引起它去活性 错了吧 它是引发你活性吧 如果你磷酸化之后是让你有活性 所以这磷酸化是错的 或者你说这21在没有磷酸化之前是没有功能的 磷酸化之后会让下面这个活化 所以这意思也错了 好那HPB21可以引发这个蛋白质磷酸化 蛋白质在这里 跟这个INF干扰素磷酸化没关 HPB21应该引发的是IRF3的磷酸化 不是IFN不是干扰素 所以这一株也错了 最后一 病毒感染的细胞有大量的RNA的表现 对啊 因为病毒感染之后在上面 一旦病毒感染 在哪里在这里 病毒感染这个活化 这个活化 INF大量表现 所以它的RNA就开始转入出来了 所以这里答案是B与E是对的 好 像这种题目虽然文章很复杂 你只要把关系图画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依据你的关系图去一个个解答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好这种题目叫做资料整理 主于阅读理解的这种能力的考题 所以必须要很快的从文章中得到他们的关系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24题 它正常考的西方末典法 就是把蛋白质拿来跑蛋白质电用 然后看到它的量 只要是细细的就是量比较少 如果是粗粗量比较多 如果完全没东西就是完全没有表现那个蛋白质 包含HPV21 磷酸化后的状况 干扰素的量 还有病毒蛋白质的量 好那这题我要怎么判断呢 请看我直接把图形放在右边 一比较好判读答案是C 为什么 如果今天呢你 是正常状态 是正常状态 你没有感染的时候 当然没有感染了 你的这个 INF会表现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这个 磷酸化的IRF3 磷酸化也会表现一点点 但如果今天你被感染了 一感染 感染之又变多 之又变多 之又变多 所以看到 那个胃感染时少少的 感染时变多 INF也是胃感染时少少的 感染时变多 看起来很合理 但如果今天你的 IHI HPV21坏掉了 你看这是负 就代表这个没有 好这没有 这就完全不会有 那你后面的都不会表现 所以一旦你是负的 就是IHI HPV21 这个热血核蛋白基因上 是根本没有的 一切都没有了 所以IRF3也不会磷酸化 那个干扰素也不会表现 好最后看的是蛋白质的 病毒蛋白质 你必须要病毒感染 才会有病毒蛋白质 如果没有感染就没有 好那其中如果你没有 这个HV21 你的INF也少了 INF也没有 就没有人防御病毒了 病毒量就会比较多 所以C选项是里面 最合理的答案 好那其中哪里 就是大概这样判断 所以答案是C 你就可以从右边的图 判断出来了 那我这个图就是跟你讲 正常状态时 这些都会表现了 但如果病毒感染时会变多 病毒感染时这就增加 这就增加 这就增加 如果你的这个东西没有了 那下面就不会磷酸化 那你的INF INF 就是干扰素 就不会表现 那不会表现 病毒就可以大致感染 大致意的感染 病毒蛋白质量就会变多 好所以这题 这样判断起来 C选项是最合理的 好那我们来看看结论 结论就是 为什么答案是B呢 就是病毒感染的时候 会活化 让你的HVP21磷酸化 然后让IRF3磷酸化 然后让IFF3磷酸化做化 然后细胞核去活化了IFN RNA的表现 然后RNA表现出来 变成蛋白质 蛋白质来防御病毒 所以这个B完全符合前面所讲的 它的作用机制 所以答案是B 好所以这题你要知道 那个干扰素 IFN就是防治病毒的 但这篇文章在讨论 那你IFN是怎么表现的 是透过这些物质磷酸化 一系列的表现出来 跟前面的这个4E图是一样的 那就比较一下 所以答案是B 最合理 好 阅读测验3是在考巴夫洛夫的古典制约 这个在神经系统中的学习现象 已经被克康删掉了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阅读测验有点超出范围 阅读测验本来就没有范围 你还除什么又什么 刚刚的那个西方末典法 我们课本也没有教 反正阅读测验就是我们整份考验当中 最容易超出范围的内容 反正他就给你资料 他跟你说 反正以前是用狗做研究 是高等部类 发现有所谓的制约刺激跟非制约刺激 然后会产生非制约反应 那你会看他的内容 一般你喂他的时候叫非制约刺激 非制约刺激就是一般刺激 会引发非制约反应 就会流口水 那我有个制约刺激就是铃声 当你的制约刺激跟非制约刺激同时发声 又给你吃食欲 让你听铃声 狗狗当然会流口水了 但是训练久了之后光只有铃声 狗狗就流口水了 因为他把制约刺激与非制约刺激连在一起 听到铃声就会想到食物 你就会流口水 大概是这样一个古典制约反射的实验 好那这边文章中有提到一些东西 说这个莫罗伯朗德佐 他用海兔一种软椅动物做实验 因为他神经系统很小 比较简单 然后他还有所谓的大大型的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在无脊椅动物 有些神经的细胞很大 比较好做插针 比较容易记录 然后再加上无脊椅动物 通常基因体比较少 它的基因种类比较单纯 所以在研究室比较简单 然后最后有个重点 在海兔的实验中发现 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之间的 突出传递效能会改变 这就是学习的 我的学习是什么发生的 是在运动跟感觉神经之间的突出发生改变 突出发生改变 就会造成你学习的机制被建立起来 这个蓝色的底线是重点 我们等一下来看图 好我们来看选项 有关于古典制约反射的描述科的证券 非制约刺激能够引发非制约反射 而且不需要均用性议 对就是给你食物 食物就是非制约刺激 你就会流口水 这是本来就会发生的 所以不用训练 这天生有的反射 所以A是对的 正常情况之下 制约刺激就可以引发非制约反射 而且不需要均用性议 当然错了 制约刺激就是零声 零声必须要经过训练 才会有反应 所以这里B是错的 需要经过训练的 实际选项 我们是不是要随机重复给他多制约赤约 或是非制约刺激呢 不是 是同时 同时刺激 而且要多是同时刺激 就是同时摇零声 同时让你看到食物 同时摇零声让你看到食物 所以要同时 并不是两个祸 是两个要同时发生 所以这个实际是错的 制约刺激跟非制约刺激必须要具有同质性 一定要零声是声音 食物是视觉 一定要同样都是视觉或同样都是听觉吗 不用 制约跟非制约刺激可以是不同的性质 食物是视觉看到了 零声是听觉 可以是不同的感官 所以这里答案就A 这四个选项 所以是单选题 答案就选A了 好27题 哪些因素是哺乳类作为模式生物来讲 可能遇到的困境 那这在考你刚刚所说的三大好处 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小 还有大型神经细胞 基因体也比较小 那脊椎动物 哺乳动物就缺乏这些好处 那我们一一看 A选项 哺乳动物参加 它的特定的行为神经路径很难被鉴定出 因为它的神经太复杂了 所以A是答案 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太过复杂 你没有办法鉴定出是哪个神经回路 在造成学习 所以A是答案 神经哺乳动物太复杂 好我们来看B 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细胞太小 没错是太小 那无法被记录吗 还是可以被记录 只是比较难 你看前面的描述只是说 无脊椎动物的超大型神经细胞 比哺乳动物容易记录 可是上面有讲哺乳动物的小细胞 不能记录 还是依然可以 只是比较难 所以无法被记录是错的 可以被记录 但是比较难 好所以比错了 基因转值跟遗传学方法 无法运用在哺乳类动物吗 可以啊 按错了 打错 打叉 遗传学方法或基因转值 可不可以应用在哺乳动物 可以 只是无基地动物更简单 OK 所以这个11就错了 打叉叉 好猪选项 那个骨嘴制约 很能在哺乳类训练吗 当错了 狗狗就是哺乳类 前面的文章一直在讲狗狗 包括这个实验 狗是哺乳类动物 它可以经由这个古典刺激的反射 来做学习 所以这一篇篮球A可以选 好 那我们看28题 这一篇28题就考你 海兔的实验结果 我要怎么知道 你会发生学习行为呢 这个题目在考你 这一句话 在这边 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 间的突出传导效能发生改变 所以为什么是它 感觉神经跟运动神经之间的 效能发生改变 它分辨神经传递物质 好 符合那一句话的描述 只有B选项 所以这个28题就是把 刚刚蓝色底线这条文 这条句子 在选项中找到最符合 最适合的 答案就是B了 就是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之间的 突出 效能上发生改变 它只多了一个分明神经传递物质 就是两个图处之间 是用化学物质来做讯息传递的 好 以上这是第28题 属于阅读测验第三大题的 最后一题 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